Pole Stead Hello, 大家好! 今天也不是说珠宝 今天介绍一位好朋友给大家因此 她就是我的愚强化妆士 我累不累做什么功能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找Sylvia帮我化妆 Sylvia,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Hello,我是Sylvia 我做了化妝師十五、六年 很感謝Candy今天請我過來 多謝你 我想跟你說一下我們人到底有什麼膚色 其實膚色要說的可以很深入 不過簡單地說,大體可以分兩種 那我是什麼膚色? 我們兩種,一種是冷色,一種是暖色 你呢,我覺得就應該有點像是暖膚色的人 有人告訴我,我是白痴痴 也有人告訴我,我是偏黃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膚色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知道我們屬於什麼膚色呢? 其實無論你是屬於冷膚色還是暖膚色 都會有膚色淺和膚色深的人 所以你白痴痴和偏黃是可以同時出現的 這麼特別 是的 譬如我看你的手好像挺黃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看血管 那如果血管的顏色是偏青的話 那就會是屬於暖膚色的人 咦?我是偏青的 那我就有一點點偏藍 是啊,我看到是偏藍一點的 是的,那我是冷膚色的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我就是黃一點,你就是冷一點 應該大家都看到我們的膚色底 是不是很明顯的分別? 是的,就不同了 要不要配合我們的手掌? 那如果有誰認識中醫的可以告訴我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有些人說我的手掌是偏黃的 真的,對,黃了一點 是的 我看獎相那些看 我是不是差一點什麼 對,我看完我們的手掌 我們會不會有發達 咦?有些不同我和你的手 正常的,對吧? 除了都有五隻手指之外 很明顯我是很黃的 那所以我們是有分兩類的膚色 那現在你面前看到就是一個是偏黃的人 一個是偏冷色,就是偏白一點的人 嗯 那這個,我們這些膚色的人應該是穿什麼衣服呢? 嗯,如果是偏暖色的膚色 就是好像Candy你那樣 那其實呢,穿一些蕃茄紅啊 或者草落色啊 或者是黃色啊,橙色啊,啡色啊 這些都是很好看的 咦?我今天是不是穿錯衣服了? 嗯,不要緊啦 那又不用因為自己的膚色而 一天硬要穿某幾隻色的 不過我記得你穿黃色、紅色 都真的挺好看的 是啊 哦,比較適合穿黃色啊,紅色啊,橙色啊 嗯 那我是冷膚色啦 所以就比較適合穿紫啦,藍啦 粉紅啦,或者是黑啊,白啊 那這些會比較適合 我看到你穿黑色衣服都很型格 很漂亮 完全不會令到你膚色是感覺好像暗啞的感覺 嗯,是啊,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暖色是屬於哪幾種顏色? 還有冷色又是屬於哪幾種顏色呢? 你的意思是適合穿顏色的分別 什麼為之暖色,什麼為之冷色呢? 嗯,暖色呢,可能跟... 我們就會覺得黃色啦,橙色啦,番茄紅啦 嗯,還有草綠色啦,綠色、青色啦 這些呢,都是屬於暖色調 適合暖色的人去用的 這個聽上去是感覺很有生命力的 是,是 還有這個呢,跟我以往的認識有少許分別的 我以為呢,黃橙橙的人 即是黃,即是偏暖色的人 是未必適合穿一些很黃的衣服 嗯,想不到這次是突破了我的那個認知 是 現在也都解釋到為什麼我穿黃色的衣服 原來是sharp色一點,漂亮一點的 嗯,會的 因為呢,穿適合了你的顏色的衣服 是真的會令到你個人精神一點,健康一點 不化妝呢,那些黑眼圈啊,如美紋都沒有那麼明顯的 OK,明白 那什麼是冷色呢? 冷色呢,譬如藍啦,紫啦,粉紅啦,銀啦,黑啦,白啦 那同樣,如果你是冷膚色,而你穿適合冷色的東西 也都會令到你的樣子沒有那麼累啦,精神一點啦 或者譬如穿斑啊,或者牙沒有那麼黃啊 即是,都會是有改善的 噢,這個,立刻我想起 我見到電視上有些女仔呢,她是偏黃一點的嘛 然後她還要塗那些唇膏呢,塗到好像螢光紅的樣子 顯得她呢,那些牙很黃啊 會的,是呀,你真是聰明了,沒錯 同樣道理,如果你塗錯唇膏呢,也都會令到你的牙黃一點啦 或者可能苦民心一點啦,膚色沒那麼漂亮啦,諸如此類 那每個人都想要那些唇膏是唇紅似白的嘛,對不對 其實呢,紅色呢,無論譬如你暖色就是我冷色,我們都可以用紅色 不過用的紅色就有一點點不同 譬如你是... 我知道了,我要用橙紅色 是的,真是冰雪中 你就是紫紅色或者酒紅色 沒錯啦,是的,好聰明啊,你 我是做酒色的嘛 嗯,那Candy啊,那你可不可以說,教教我們呢 那我們什麼膚色的人可以搭什麼首飾呢? 那剛才聽你說呢,其實我都是跟蕭爺學習的 那我,其實我平時就沒有什麼怎樣研究 什麼是暖色,什麼是冷色 但是呢,我們的配搭呢,都是一樣的 好像我今天呢,其實不是穿了一些暖色系列的人的衣著 我偏向於冷色,對不對 但是,我是有得補救的 因為我有少少化妝啦,塗了胭脂 還有塗了一個紅色的唇膏 最最重要呢,我還要是帶了一些暖色的首飾 那這些呢,全部是粉色的 加上我頸鏈呢,就帶著一隻 Yellow Sapphire的深深的Sapphire 那這些全部Multi color 那撞出來呢,其實是令到我那個冷色的衣著呢 得到被人家忽略了的 因為它是帶起我臉的暖色 是令到它會更加sharp色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推計 如果就算你是一個暖色的人 你沒有暖色的首飾去配搭,怎麼說呢? 沒有暖色的衣服 沒有暖色的衣服去配搭它 你也可以用暖色的首飾去配搭你的膚色 令到你呢,都可以是很陽光緩發的 那至於好像你這樣,你屬於是冷色系列的人 那好像你今天這件衣服呢,就是藍色的 那如果你要配搭足夠呢,你就全部都是冷色的 包括你一對Tensorite 藍色的耳環 藍色的衣服,藍色的衣服,還有紫色的 還有violet blue的衣服的衣服的項鏈 還有條鏈呢,是K白金來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屬於冷色系列 這樣撞色呢,不會令到Sylvia的膚色呢 可能不會那麼光澤啊 它這樣戴呢,其實都顯得它很精實的 那Sylvia 我又有另外一個問題想請教你 好像你今天呢,你是冷色膚色 那你全部的手飾都是冷色 但是呢,例如我這套手飾是暖色的 可不可以配搭在你身上呢? 如果你戴我這套手飾,你應該怎樣化妝,怎樣穿衣服呢? 嗯,問得好啊,Candy 那其實都可以的 那因為呢,譬如我是冷色調的膚色 如果我要穿一些暖色調的衣服 或者戴一些暖色調的手飾呢 那其實都沒有問題 不過呢,可能就譬如我可能胭脂啊,要塗紅少少啊 或者唇膏要塗紅少少啊 又或者譬如我的黑眼圈啊,穿斑那些 我要遮蓋多少少的時候 OK 才用一些暖色調的東西呢 就不會令到我的人望去累了,或者沒有精神 OK,原來是這樣 所以呢,無論我們是什麼色調的人呢 只要透過化妝和衣著和手飾的配搭 我們都可以由懶變暖 暖變懶的,是嗎? 啊,真是學到東西 多謝你,Sylvia OK,Thank you,Candy 下次見,拜拜 拜拜